又到了我們說書的時候啦 哈囉 嗨嗨嗨 哈囉 又到了我們叔叔的時候啦 今天還是一樣最喜歡的 Kina拜託的單元就是 講鬼故事 對 而且不是發生在我們台灣 是發生在大陸 對 上海 你出差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有一次去住 二年後沒去住過 對啊 弟弟有事 什麼非 某某非飯店 很大的飯店 我那一層就算最頂樓了 多少平方米呢 他們講平方米 那時候我想說 講你180平方米 喔那蠻大的 對 183 飯店裡面呢 等於60幾坪 喔 60幾坪真的 很大 我那個浴室 對我自己一個人住 然後他那個床喔 真的是就看過去就看到 河流 黃浦江 黃浦江 對看到那個黃浦江 很大 大到你走路都很酸 然後可以繞一圈的 上海的上海 對上海可以繞一圈 到浴室啦 然後再到房間 然後再到客廳 還有兩個大客廳這樣子 所以它是幻想的 就很大的 很高級 高級 非常高級的房間 好 那時候就是 也是去幫人家看風水 是黃浦江還是長江 對 完了上海那天 你會看到那個貨運喔 那個大的輪船 貨船 然後在那邊 真的很美 然後晚上也很美 燈光 好 重點不是河 重點是在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一個人 當然就白天呢 他會找他們公司的人來跟我談 然後因為看完風水之後呢 就有很多後續的東西 你懂嗎 要看日子啦 要這個裝修圖行不行 那個裝修 格局圖可不可以 先把那個格局圖 因為我說 趁我來這三天 我都很匆忙三天 去三天 上海三天兩夜 三個晚上四天 等於他就請設計師 很快速的 花了一天的時間 把圖設計的三個版本出來 但是呢 其實我到第一天出去看風水很累 還沒有洗頭 第二天洗頭了 第三天我就回家了 然後就趕跳回來 那時候在 你洗澡一天回家 洗澡一天回家 結果第二天呢 我就 但還好第二天也把圖都看了 那我說事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用傳真 傳來傳去 拍手機 現在都智慧行嘛 然後拍照 四年前的事情而已 拍照然後可以 傳圖就好 對 好那天晚上我就洗 我就去 不知道怎麼這麼想洗頭 第一天晚上 第二天 第二天晚上 然後還去吃了一個 很好吃的火鍋 什麼撈啦 吃那個撈喔 火鍋全身都是那個 火鍋味 火鍋味 你沒辦法 沒辦法不洗頭 好 那也很想洗頭 洗完頭之後呢 你知道 我就看看風景啊 然後走來走去 後來我就去吹頭髮 就你知道吹頭髮 我開那個吹風機的時候 竟然有女生在鬼叫 女生在喊救命 你說你一開他就有救命的聲音 就喊救命的聲音 我就想說是我自己胡思亂想嘛 所以我現在對每一個吹風機 我都有害怕 那個嗚嗚的聲音 所以有時候就是 等一下那個吹風機 是吹風機裡面傳出來 對 傳出來喊救命這樣子 你一開吹風機他就直接 對 我關掉的時候就沒有聲音 就這樣呼 呼的時候他就救命 不是他就救命啊 救命啊 然後趕快找人啊這樣子 那我發覺喊救命的是 死掉的這個人 趕快找人呢 是飯店的人 那飯店都沒有告訴 當然不會告訴我這房間 曾經有發生過什麼事啊 對不對 你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我在聽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聲音 兩個不同的聲音 所以你播那個 你在吹風機的時候感覺好像在聽故事 在聽就是那個 就是他在喊救命這樣子 對 後來我發現 才好笑 我發現 我根本沒有插電 我還沒有插電 可是那個吹風機會 對吹風機 因為我就在那邊弄 然後我就拿吹風機嘛 吹風機有封出來 然後還會喊救命 還有人快找人來啊這樣子 我放下來的時候我才發現 嗯 沒插電 你不是放下來的時候 發現嗯 有鬼 後來我就一定要插電 因為我一定要把頭吹乾 你還很冷靜的繼續吹頭 我溝通這麼多年了 對不對 對啊都已經你看 92年的時候 那我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你放下來說啥事啊 那我先吹個頭吧 對啊 好說歹說你也讓我弄個美美的 對不對 住個這麼大的房間 這麼大的浴室 那浴室太大了 帶我現在我們家的浴室的四倍大 哇 我就想說欸怎麼會有這個聲音 那我插電 我插電的時候 結果 一吹 哇 事情更恐怖 你突然這樣拍我嚇我一跳 很恐怖欸 後來恐怖到你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從那個插頭那邊 開始先爆炸 先炸火光出來 你說那個吹風機 吹風機 插下去 我才開 我才正要吹 我是正要吹的中間 它冒火了 冒煙了 你知道那浴室太大不好啊 你不知道去哪裡拿東西 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是什麼直流電壓選錯了 沒有 它那邊有寫吹風機專用 吹風機頭 對吹風機頭專用 我去過那麼多飯店 很多飯店是連在牆上的 你懂嗎 根本你拿不走 它那個是一個絨布 非常漂亮 紅色絨布在抽屜啊 拿出來擦上電的 剛要吹 對 好那所以你擦它 就擦上去就 就先 然後就開始燒啊 煙都出來了 那怎麼辦 要救火嗎 對 沒有沒有 我也沒有聽到 我後來想到我不能喊 來人啊對不對 趕快來人 因為好像有剛剛告訴我說 我趕快來人啊 那我很英勇的呢 就先把它努力的拽 你還把它先拔開 先把拔開 拔開之後呢 我就說來 你有什麼事情好好跟我講 最重要的是 我怕那個灑水器 等一下水下來了 我就趕快的 跑到電話那邊 然後呢打高速櫃台 吹風機爆炸了 結果後來 那一次弟弟有去 對 因為後來 對啊我就記得你是 弟弟有住那個飯店 對 弟弟是後來來跟我們會合 對 我們再上班吧 後來 結果 我們得到了 一個很棒的香檳 你知道嗎 他就來看 然後真的房間都是煙 打開門啊 他說對不起 這個服務員馬上說 我馬上去叫人 現在聽到叫人 我都有點覺得 就想到這個 害怕 我趕快叫說 他就 然後就過來 那我發覺那個服務生怎麼那麼害怕 跑得那麼快 然後就叫人 然後後來 經理也來了 一些是男生也來 然後女生也來 女生是經理 然後後來就是 過了大概兩個小時 他就推了一個推測 一個冰桶 然後那個香檳 還有一個漂亮的水果 頂級的水果兩盤 還有一個蛋糕 往來好像跟我慶生一樣 這樣子 我說這太危險了 你們這個吹風機太危險了 他說 是是是是 我們改進我們改進 我們改進 那請請不要就是 宣傳可以 這樣子 我說沒事 對 那我說好沒有問題 我是一個 一定要問清楚的 我直接問經理 問這兩位 我問經理問不到 我有問他 我說請問一下 這個房間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他說 沒有沒有 我們房間很乾淨的 他這樣講很乾淨對不對 他肯定是有嘛 我也沒有 我就知道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一般講說什麼事 對不對 他說很乾淨的 你不用害怕 沒事的 他腳都很緊張 就走了 後來我是問誰 我是幫我訂房間的 幫我訂房間的 對 小超人 我就問小超人 小超人幫我訂房間的 所以他去問 問他的助理 然後請助理去查 結果真的就查到 查到這個房間呢 就是在一年前有一個女生 然後在這個房間 自己就是 他是用吹風機 用吹風機把自己吊死 用吹風機的那個線 你知道那吹風機的線也特別 因為他們也考量到很特別的吹風機 你知道很漂亮的吹風機 我還沒有看過這樣的吹風機 然後呢 他可以裝頭換頭 然後他線很長 因為房間可能我吹到一半要上個馬桶 我還可以拉直接拉到馬桶 他不是長長長長長那種 彈性的你懂嗎 他是線很長 我覺得很特別 特別的美好 特別的漂亮 特別大的房間 發生這樣的事 這麼長 他說他就把 用那一個吹風機 然後在浴室 就把自己掛死了 就死在這個房間 那我也 所以他吹風機跟那個溝通 對 所以可能後來人家來 退房了 然後也沒有出來嘛 對不對 後來可能服務員可以 所以說來人哪 對 然後一看哇 來人哪就找 所以就一直聽到 來人哪 救命啊是這個女生 後來我有跟這個女生溝通到 我有跟這個女生溝通到 他們都出去的時候 我說你讓我看到 我是台灣來的 然後我先把八卦羅坦 還有我的七星證拿出來 金剛明沙擺出來 我說我幫助你 結果他就來牽我的手 就這樣來牽我的手 他說姐姐 姐姐救我 救我 唉 他意氣用事在這邊上吊 要死的最後一 最後的時候 他不想死 所以呢 他不想離開 他覺得他不應該用這種方法 這樣子 他說為了情 為了感情 唉 對啊 為感情真的是 唉呀 真的是最傻的 天下 人人千千萬 那所以呢 後來他就講說 姐姐救我 然後後來我也跟他聊了 聊了很長的一半 大家聊了一個多小時 我說免費 免收費告訴他 然後他也 他要怎麼付費 然後呢 後來他有就是告訴我他們家的地址 那我是 叫了計程車 就是到他們家 去跟他爸爸講話 你特別為了 為了這件事情 對去找他爸爸 這樣子 然後請他爸爸原諒 然後請他爸爸來這邊 叫他回家 他爸爸就跟著我的車來叫 然後我也幫他付 因為家裡看起來 他教了一個很很有錢的男生 可是家裡是很貧窮 所以呢 我也就是請計程車 我就拿了五百塊 給計程車司機說 剩下來的都給這個先生 然後他的口袋很大 那我就在他的口袋放了五千塊人民幣 五千塊人民幣 對我那時候就身上有七八千塊人民幣嘛 那我就 我帶去了 我覺得這是我帶去 這是我的心意 那很厚一點耶 五千塊 對 那就是我就把他放在他的口袋 他到家的時候 他有跟我打電話 他說 徐小姐這這這怎麼好意思 你這在我口袋裡 塞了一大把的鈔票 哎呀這這真的 我給你下跪 給你扣恩 我說伯伯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樣 長得跟我 跟外公很像 高高碩碩一個光頭 我看到他我真的 我是留兩千多啦 我就數一數五千塊給他 那當然我就 隔天我就回家了嘛 我也沒有用到錢 我去那邊也一塊錢都沒有用到 找照片給他 然後我就叫他 好好的照顧自己 他說他媽媽死得著 他就這一個女兒 你看就一個小孩 你為了感情 然後還自殺 你看對我想 我想的話我都覺得很淒涼 對吧 因為他有怨 他有怨恨嘛 當然怨恨那個男生 但他有個願望 他要回家 所以人會不走是怨恨跟怨望 所以他怨望 他要跟爸爸道歉 他為了這個臭男人 所以你就是 滿了他的怨啦 所以他後來就有離開那個 就有離開 之後呢 就是我有跟我這個老闆 請我去看風水的老闆 也講這個事情 在大陸呢 有真正皈依佛教徒的不多 那結果我遇到的都是有皈依 然後他說好 他會盡量在他們那邊呢 幫他做超度 他叫小品 他的名字叫小品 大小的小 有品性的品 我說這個女生 對 他的姓氏很特別 所以我就講說 你這麼好的名字 這麼想不開 品味這麼差 選這種男生 然後他也就去了 對 我覺得這個老爸爸你看 對了 為了男人 然後丟掉這個老爸爸 一輩子的在那邊 難過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值得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不要走上 對啊 還差點把我給燒了 我說你這樣差點把我給燒了 真的是 還好我英勇的就是 我真的那時候 二話不說 我就伸手去拔那個 然後當然也有燙到 好可怕 也有燙到 他們也拿 拿藥然後來 還有冰敷這樣子 好啦 那這集的故事 希望跟大家說 不要為情 好好過日子 沒錯 日子好好過 不要為情 丟了命 沒錯 丟了爸爸 丟了家人 天下男人千千萬 這個不行 我就換 唉唷 好啦那這集的故事 先這樣啦 掰掰 掰掰